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股壇事件》 在我身邊有施詠青先生 和施衣基金的基金經理李浩德 在節目開始之前 有兩個更新和大家討論 過去《股壇事件》 在星期五拍 通常是星期日才放上網 但為了令到內容更加緊貼市況 我們未來都會 星期五拍 星期五晚上已經放上網 各位觀眾要留意 另外有觀眾反映 希望加上字幕 似乎有內地朋友會看我們的節目 所以我們未來 在星期六時會加上字幕 所以這兩個改變 希望可以令到大家看的時候 更加緊貼和更加明白內容 今集開始時 一個比較多投資者 今個禮拜都比較著緊的項目 就是騰訊有配股出現 南非股東市甲三年之後 再配發過去市值2%的股份 在市場上有一個折讓去買 很多人會擔心 會否騰訊重蹈三年之前 配股之後 令到股價大幅下跌 浩德,C基金也有參與這個買賣 你怎樣看騰訊未來的走勢 這次配股 相對三年前最大的分別 大家其實已經有一個預期 三年前,2018年3月 他們做了一支配股 那次是幾大規模 股份數量和今次差不多 都是接近2億股 市場突然有這麼大的股份 通常會令到股價有壓力 上次2018年跌加 其實當日市況不太好 騰訊當日,如果大家記得 2018年亦都受了這些遊戲政策的改變 令到他們的壓力 所以大家想回,上次做配股之後 股價的走勢,大家就很害怕 因為上一次差不多 配股之後,沉底了幾個月的時間 回調的幅度,都應該有2、3成 但今次跟上次,最大的分別就是 第一,就是三年差不多一到期 因為上次有一個君子協議 就是三年之後,不配股 事實上,三年之後,真的沒有做過配股 所以到期,剛剛熱積出完之後 大家市場上高,已經有一定的預期 股市或投資者,有一個正當的預期 其實對那件事的發展,非常重要 今次大家有一定的預期 其實今次配售股份的數目,好像很多 因為差不多接近1,100億左右 但大家看看兩個最重要的指標 第一,就是他們的定價 其實通常一個配股,有所謂的定價區域 如果市況好一點,定價得貴一點 不用選擇買得便宜 如果市況差,反應差,買得便宜 但結果是用最高的上限定價 因為最初是575-595元 結果他們用一個反應號,用高的位置定價 證明市場的需求是有的 第二,你見到他回復牌之後 其實基本上,沒有跌到配股價 所以大部分拿到股份的投資者 其實都馬上有錢賺 包括司機金 包括司機金 實際上,我在一些媒體都說過 即使好像司機金有參與今次的配售 其實拿到比例其實是低的 側面反映了 其實整體的投資者 對今次的配股的反應是好的 所以整件事看起來 其實你看到一個半半稅的概念 大家之前擔心配股有股價壓力下 其實這件事已經成為有事實之後 其實反而少了一些所謂技術性的擔憂 所以整件事,對公司可以回歸最基本的地方 大家不要再看會不會有配股的壓力 反而看看公司自己經營的情況 股值會否合理 這是更加實際的 但這間南非公司手上還有股 3年前,沽了2億股 今次沽了2億股 其實今次沽了2億股 大約由30%多 沽了2%,即現在是28%多 今次最重要是再次承諾 雖然在配售文件當中 寫180額之內不再配股 但公司自己直接出了一個Statement 即PASS RELEASE 說未來三年都不會再配股 所以這件事對於大家來說 可能是鬆了一口氣 因為上次說了三年,我們不再做 大家覺得它又順手承諾 今次做完之後 未來三年又減少了配股風險 市場通常向前往 所以那些炸火 大家覺得至少三年再不會流出街 可能解讀大家會正面一點 我相信這類型的公司作了這麼大投資 其實最初投資時是很少的 它會升2,000倍 升2,000倍計 它套現是很正常的 如果一般小投資者 不要說升幾千倍 一、兩倍都急急套現 所以我自己估計它都會陸續套現 因為現在可能相對他們來說 這個投資是佔了投資一個相對大的部分 對地大 變成會對它有風險 變成它所有的投資 不是所有的 大部分 一個很重的 給兩個投資在一間公司 對這間公司來說 是不健康的 所以它一定要陸續分散 但是其他的投資者 主要也不只是看這件事 要看這間公司本身 經營得好 價值是否一直在提升 例如C基金的時候 去買日 就可能比市場慢慢吸收 這間公司做得好 市場上一樣有它的需求 但是它批一次 就餵爆了很多人 所以 接下來那段時間 有意要買騰訊的人 可能比例上降低了 做價是會有一段時間 有壓力需要消化 除非公司有新的突破 詩先生說的重點 就是 最後都回歸公司 究竟有沒有突破 另一種說法 大股東持有這麼多年 目前陸續賣股票出來 都代表騰訊的高增長過去 當然它截止現在很高 如果簡短評論一下 騰訊近來 即早前公布業績 你認為騰訊的投資潛力 現在還有多大 去到這個規模 首先 要講清楚 大股東 私所謂沽 其實我個人認為最重要原因 因為 其實它沒有直接參與這個管理 他純粹是一個財務的投資者 雖然他是最大的股東 這令到他和一般大家覺得 大股東沽股票的態度很不同 因為他們拿著這麼多貨 拿著三成 實際上公司的影響力非常低 詩先生說的比例問題 對大家解讀大股東的行動上 要有多一個理解 如果經營著的大股東 他自己管一間公司 他的股票便會消失 因為他可能看到一些不太對勞 這間公司 其實他只不過是一個財務上的投資 他壓中了 他當然要收割 陸續要收割很正常 回答一下David 剛才的問題 很多人其實之前擔心 騰訊過了一個高增長期 尤其是過一兩年 很多人說 因為投資了很多不同的新公司 好像不是經營主業 反而變成了一間 一個綜合性的投資企業 但我覺得兩個方面去看 第一 如果大家有留意 剛剛推出的騰訊業績 無論去遊戲、社交平台、金融科技等 或者廣告 整體來說 增長動力又不是那麼差 與其大家去估計 數字已經反映了很多 很多人覺得投資了很多不同的企業 但事實上 大家都要明白 現在很多新的行業 或者新的機會 雖然騰訊很大 不可以做得完 在自己做不完的情況下 用資金的優勢 或者上市公司的優勢 用資本去減輕競爭 或者強化自己的新大圈的能力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合理的企業策略 所以我覺得不應該見他做了太多投資 就認為他沒有出息 自己做不到 就一定要靠外面 我覺得是雙線平衡 其實在騰訊自己本身的企業發展來說 我自己之前在這個節目都說過 我仍覺得騰訊的增長 高增長期,都未曾完成 現在我覺得他對遊戲的依賴 還是比較高 他的社交平台 其實他還有很多可以發掘的前力 未發掘 我們當時自己國內的業務 都接觸過騰訊負責投資的人 他對自己的公司 供應商也好,服務提供商也好 其實都有投資 投資後,是相對熟悉 自己是他們的大客戶 知道他做得好不好 投資後,他跟阿里巴巴 不一樣,阿里巴巴有些人覺得有得好 就自己拿過來做 他就讓別人做 就是扶他成長,一起成長 那個策略就令到他不用花太大的精力 因為如果你自己去運動一檔 其實要分散精神,要有獨立團隊 他現在是一個生態圈一起成長 他的投資,取得回報的機會都多 施先生,用經營或親身接觸的角度 去看騰訊 好,用財務角度去看騰訊 我可以補充一句 騰訊和阿里巴巴 之所以在收購或投資上有這麼大的分別 其實我自己的判斷 其中一是因為他們有一個流量的概念 騰訊由於他有自己社交媒體的壟斷性地位 他投資了一些公司 他只要用他的流量 就能夠很容易產生了很大的價值 當然,他的淘寶都是一個很有質素 很有影響力的平台 但他引流上高 其實比騰訊,其實是沒有那麼容易的 所以,兩間公司在投資或規劃上 會有不同的選取,其中一個原因 但浩德仍然看好騰訊的未來表現 雖然說騰訊兩位看好 但以它為龍頭的香港科技股指數 近來表現仍然比較反覆 相反,美國近來走勢 可能是納指或標普 都似乎沒有之前那麼悲觀 先生,你如何看美國股市的情況 是不是真的好像坊間的分析所言 就是拜登其實當了總統之後 美國情況不錯 所以,美國都開始反映了 美國種疫苗的情況 是順利過很多地方 可能正是由於他們疫情嚴重 每個人不想中招 都很自動自覺去打 我見我在美國的朋友 都不用政府勸 自動自覺去排隊 我相信,如果種疫苗的效果出來之後 經濟復甦的機會會快些出現 這是大環境的改善 另外,科技股也作了一次調整 整條整完再上,人們可能信心好些 相對香港似乎慢些 總疫苗 疫苗又慢,科技股反彈也慢 這方面,你又怎樣看? 剛才施生說,美國疫苗是好 美國政府有很多刺激方案 美國聯儲又繼續用了比較寬鬆的態度 令市民都配合 有印錢,有花錢 所以,美股就非常好 因為債息的情況 上一集都有提及過 我自己判斷 4月份債息會好一點 跌倒一點 3月底,SIR底線後 應該會緩和一點 最新10年債息,之前見過1.7多 你見到這個星期,都回落1.6多左右 所以,這也是理好科技股 說回香港或大陸,暫時的情況,都是低一點 其中一個暫時,市場比較擔心收水 其實有少許諷刺 美國怕通脹很厲害 其實聯儲局,剛剛都說,今年可能達到2.4% 可以忍耐一會 他們都繼續放水 今天國內出了數字 CPI 由早兩月,少少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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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剛好回到正數 其實,大陸整體來說,通脹壓力很低 但大陸,對放水較謹慎 大家都明白了 股票市場,有錢水漲船高 水緊的時候,債客意欲會較低 港股及A股在這段時間,和美股分野是其中一個原因 內島以定是 從實體經濟的角度去看,內地的情況比美國更健康 當內地政府覺得經濟有機會復甦 它開始有逆周期的做法,可以先收好水 當市場好時,不用泵太多水 相反,在美國似乎獨沽一味,只有放置 有放,沒有收 收不到,一收,物動力已經立即下降 從長遠來說,政府能夠調校,收收放放 好過獨沽一味,每次都要吃興奮劑才能電 長遠不太好 內地的策略或政策,相對比較彈性和嚴謹 但剛才提到收水問題 早幾天有個新聞,央行認為全年內地的新增貸款數字 應該不會超過去年 因為前幾個月,已經增長了很多 很多人都相信,今年貸款數字,未來只會平穩 大約10%至11% 會否令股市平穩? 沒甚麼升浪會再出現? 這個新聞,應該是剛剛放入香港的報告假期 具體提到,他們希望全年 他們希望調節一下,一個跨週期的概念 不要每次有問題,放到很大,再放水 好像美國一樣 今次具體提到,希望全年銀行的信貸增長 相對去年,不要太高 因為初兩個月,已經升了16%左右 大家照計算 如果初兩個月,都不太差 如果要全年,不會升得太高 是否將近10個月,會有機會收水 這就是銀行信貸,其中一個比較大的擔憂 大家要記得,銀行信貸當中,有很大量 都主要是針對房地產相關 無論是直接借給開發商,或是所謂的按揭 政策主義,應該是比較針對銀行相關 和房地產相關為主 仍然是針對借貸給房地產 施先生,要問一下 亦有傳聞,內地財政部聲稱會收回房地產稅 都存了很多年 你認為,會否短期內做到或是生效到 房地產,在中央政府的看來 是有過熱的現象 他們認為,中國經濟如果長期依賴房地產做主導 就不健康 所以之前即使放水 都提醒銀行盡量不要借給房地產 所以房地產公司,發債等利息 都要高過很多其他公司 所以政策本身不是傾斜給房地產 是傾斜給非房地產 想壓抑房地產,是中央一直在考慮 但房產稅已提升了很多年 我相信十年都有 都不容易去推 因為一推下去 亦都會對普通的小市民 都造成很大的影響 是否類似香港的差響 房地產稅 香港的差響是請警察、市政管理的開支 房地產稅,是政府對擁有房地產的人的徵稅 香港應該還有地稅或地租 地租是真真正正的房地產稅 警察、市政管理的徵收的比率 有時都會有些浮動 我自己看,大陸現在擁有房地產的人 在市區、很多大城市 如果有戶口的人去統計 很多地方都八成多,是擁有物業的 很高比例 是的 香港只有五成,鬆一點 人家有八成 為何有八成? 因為大陸有很多福利房 以前單位的房子,在改革開放之前 所有人都接近,不是集體所有制 就是公有制 你在工廠打工 工廠就要讓你住宿舍 即是福利的考慮 給了大部分人都有住屋 到住房商品化、私有化之後 這些房子,政府給他們留日市場 給他們賣賣,再換 有些地方舊區重建 你收你一間,陪你生一間 所以很多人都有 但大部分人,是靠以前的單位房 去換回來的私人樓 他本身的收入,就不是很高 你要收他房地產稅 他收入不高 他是靠以前的福利住房 只有住字 即是你住公屋已經便宜租 現在大陸的租都不實用 買了之後換回來 你突然說要收他房地產稅 他是大部分人都交不起 交不起,很抗拒 要交稅 所以我認為在這個階段 在大陸,是沒有條件實施 所以說的,不會走 之前走,是市典 在有些城市,試過選擇性地嘗試 都是針對豪宅 我認為如果他收這些稅 主要想打擊資金過度流入房地產市場 我覺得要做的話 只要收空置稅 已經會有效 在收空置稅的時候 也不用全面收空置稅 只要收發展商手上的空置稅 就會逼迫發展商手上的樓賣出來 市場上供應多,價錢就會下跌 價錢下跌就沒有吸引投資 所以會不會收? 我認為一定不會全面收 全面收影響廣大市民 另一個,即使是收 都是先針對空置的單位收 再集中一點,就是先針對 在地產商手上未埋出的單位收 但這方面都說了很久 所以收稅的難度,似乎是不低的 最後問到施生的問題 有多少觀眾或客戶問我們 近來香港房地產升得很急 交投率很高 施生,你會否情況繼續持續 我今年一組,算是看得好些 我看升15% 現在都有記者說 施生,現在升得快 一季才升2%左右 四季就升8% 何時升到15% 我現在的市場是醞釀轉角 匯聚力量 其實今年是一個突破 突破早幾年的停滯不前 早兩年前,香港房地產是在高位增持 有些人說,增持一下就會跌 沉重頭,捱不住就跌下去 但現在看來是一個上升平台的機會多些 因為去年,前年都是很多不利因素 由社會運動、疫情、中美磨擦 但在這麼多衝擊下,樓價都不跌 所以現在,一開始 如果能夠衝破之前的高位 現在很靠近之前的高位 現在,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高峰是181點多 高峰是190點多 我相信,在第二季有機會衝破上市高位 下半年,爭斷反彈 所有有興趣買或考慮的人 都要注意樓市走勢 因為升幅近來,都頗零例 今集時間到此 有預告,下集有神秘嘉賓和兩位 探討科技股的發展 各位觀眾,記住留意 如果對C基金有興趣 亦可以去網頁、YouTube Channel 去看其他分析內容 我們下集再見